傳媒六四事件 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四位港姐 就是鄭卓先生 大家都知道 然後就是柳靖哥先生 還有歐嘉良先生 我想大家認識他們了 還有一位港姐就是謝梓峰先生 不過他趕緊來的 因為他之前有一個活動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先說 就會由各位港姐說15分鐘左右 然後可能大家互相交流 然後就臺下發問問題 好 有請呈祥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在下午 來這裡聽這個講座 大家六四的問題 大家一定要記住 連年都要參與 一直堅持到六四平反那天 這個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盡的 責任和義務 好嗎 今天呢 大會就叫我講這個 香港那個傳媒的問題 但是呢 我當然會說 但是 我想留下一個 不過呢 到 Q&A的時候 大家有興趣的時候 才再說 因為為什麼呢 香港傳媒和六四的問題 已經說了很多年了 我覺得呢 都 都 都差不多 反而呢 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一個最新的動向 這個最新的動向呢 可以讓我們回顧回顧六四的情況 還有特別是呢 這個最新的動向呢 分分鐘會影響 我們香港 入後的新聞自由 和學術自由的 那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 因為 這個是很新的發展 所以我希望今天呢 和大家講一下這個問題先 為什麼會有新呢 新設議立出來的 5月13號 5月13號才發出了一份通知 中共中央辦公廳 發了一個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 這個呢 就是作為 中辦法 2013 9號文件 這樣 傳出來的 它要求 各級官員 和危險的西方價值觀 作鬥爭 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呢 是 和我們現在說 談六四問題呢 完全是有 關連的 因為為什麼呢 當年 學生要求的政治改革呢 全部在今天呢 被視為危險的西方價值 那是什麼呢 這份文件呢 具體提到呢 傳媒也好 學術機構也好 學術機構也好 七不講 普世價值不要講 新聞自由不要講 新聞自由不要講 公民社會不要講 公民權利不要講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 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 司法獨立不要講 這是五月十三號 新鮮出門的事情 大家要注意 那呢 就 在傳達這個文件的時候呢 中央當前 對當前意識形態領域 值得注意的七個方面 七個方面的突出問題 分析、深刻、態度堅定等等 一定要去控制這七方面的事情 那呢 這七不講呢 其實呢 是跟 教祖之前網上傳出的 所謂新三反 什麼叫做 新三反呢 舊三反呢 大家都知道 三反五反明道 新三反就是 反黨、反國家、反民族立場 那這個七不講 本質上呢 是一個什麼呢 是一個思想維穩的問題 即是把社會上暴力維穩呢 是擴大到思想維穩 那這個北京大學教授 胡聲豆呢 胡聲豆呢 她說呢 這個呢 就是意識方面的維穩 不只是行動上 對一些維權分子的打壓 對學校 對傳媒的進行維穩 有個異見人士學者張立志 提出七個不能觸及的禁區 提醒了大家 這是當今中國體制上的七個關鍵的弊端 爆童就說 七不講的推廣 就使得中國社會一夜回到辛亥革命之前 有人提出認為七不講比五不搞更加倒退 大家知道 前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曾經提出五不搞 不搞多盾輪流執政 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 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 不搞聯邦制 不搞私有制 現在看回 真是被吳邦國 吳邦國就是叫你不要搞 他一剩七不講 講都不行 那 評論員 有宋石南 他的潛台詞 他演繹這個七不講 普世價值不要講 普世價值不要講 就要講中國特色 新聞自由不要講 但要講 黨本回體不變 公民社會不要講 就要講社會管理創新 公民權利不要講 要講和諧社會 黨的歷史創悟不要講 要講高舉毛澤東鄧小平的旗次 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 要講中國夢 司法獨立不要講 要講政法委辦案 就是所有的 這二十幾年來 中國社會發展 民間發展出來的 那種訴求 那種價值 全部是否定了 要代議共產黨的另外一套 就是要代議共產黨的 我們看 我們看 習近平是怎樣 習近平在今年一月五日 提出 兩個不能否定 即是不能夠用 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年的歷史 否定改革開放之前的歷史 其實這件事就是改革開放以前的歷史都要肯定 這件事是跟中共自己的決議有很大的出入 中共1981年做了一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是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 但是現在在習近平的口中 前三十年的歷史一樣不能夠否定 這件事是對當前中國的思想戰線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因為大家正是因為有頭三十年的嚴重錯誤 國家民族遭受到嚴重的災難才會反思要改革 但現在在習近平眼中前三十年都沒有錯 而且他引述了5月7日光明日報 引述了習近平對毛澤東的一些看法 他說習近平強調了鄧小平堅決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重大意義 他說如果當時就是1981年 中共舉行毛澤東評價毛文化大革命的會議 形成了一個黨剛才我所說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時候 他說如果當時全盤否定毛澤東 我們黨還能集得住嗎 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能集得住嗎 都集不住了 天下就大亂了 這是習近平在內部的講話 所以有位網友總結出 所謂習近平的思想或者習近平的新政是什麼呢 一個中國夢 大家知道他經常講中國夢 兩個不能否定 就是頭三十年不能否定後三十年 後三十年又不能否定前三十年 三個自信 三個自信是什麼呢 理論自信 制度自信 道路自信 即是說要對現在中共在信奉的馬列勞的理論 社會主義的制度 和有所謂中國特色的道路 中國無色的道路 都要有充分自信 五個不搞 就是剛才吳邦國所說的五個不搞 最新就出了七個不要講 你看這個整合起來 大陸人很喜歡用數字來總結一些東西 網友把數字編成一個這樣的系統 就挖滑出習近平的思想 是很貼切的 這個野夫大家都很熟悉他 他很出名 他說這種 習近平這種表態 是黨內的老人就會非常放心 但是他是以葬送中國的未來為代價 葬送中國的未來為代價 你同不同意野夫的觀點都好呢 起碼在現階段 很多自由主義的學者之中 將這個七筆講 看成是葬送中國未來的一些做法 另一個前高官姚監復 就說這個七個不要講 就是現在中共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必熱結果來的 而這些全部和習近平在主持中國共產黨黨史的編輯工作之中 是一以半之的 他在編輯這個 2011年習近平主導這個黨史的編輯的時候 就已經提出不能夠向黨的歷史抹黑 這是習近平當時的一個講話 有些人就形容習近平的思想是和薄熙來是親兄弟 薄熙來在重慶有種種的做法 他對照這個七筆講實際上是在思想領域搞薄熙來在重建所搞的那一套 有些網民提出很多對策 你不講高勢價值 但我可以講專制的罪惡 你不給我講新聞自由 我可以講道路耳目 你不給我講公民社會 我可以講太平天國 我最早提出反這個封建王權 你不講公民權利 我可以講庇民的遭遇 你不給我講黨的歷史錯誤 我可以講假的歷史公職 你不給我講權貴資產階級 我可以講紅二代 你不給我講司法獨立 我可以講司法特末 多很多講民都有使用要抵制七不講的頒布 就是為什麼發展出七不講呢 我們知道今年七年初發生了南州事件 南州事件的第二天就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 当然我们不能说宣传工作会议就是南州触发的 因为双差事后一天筹备都要筹备一段时期 但是南州事件就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期间 对这个宣传部长会议造成很大的震动 由此就引申出头以后所讲的七不讲了 这个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是什么呢 就归纳为五条 第一必须坚持喉舌论 就是传媒是党的喉舌 这个是没错的 必须坚持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列毛的思想和特色 就是所谓中国特色的理论 新三反就在这里出来 今后不能允许反马列毛的言论 公开地在媒体上出现 宣传战线将清理反党反国家反民族立场的新三反 他说你不换立场我就换人 那就是媒体要加强对媒体的管理领导等等 他说4月1日4月10号向大公报媒报辟辟辟辟 根本没有所谓的新三反 但是辟订了谣之后 第二天 中共宣传部门自己把新三反的通告放在网上 这个就是当时在全国记忆副主席 传达了新三反的运动 所以打回大公报媒报嘴巴 在这个9号文件传达2013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纪要的时候 它里面提到文件分三部分 情况分析问题的出现和对策 情况分析问题 这就直接是七不港的政策的来源了 民主和宪政的理念 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颠覆国家政权 南方周末事件就是明目张胆的挑衅 刚才我说过 在宣传会议召开期间 之前发生了南周事件 所以南周事件对整个宣传系统的人 是一个很严重的冲击 他就在那里定性 南方周末事件就是明目张胆的挑衅 就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 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他认为什么叫普世价值呢 普世价值的核心就是排除党的领导 要党让步 公民社会的要害是在基层党组织之外 建立新的政治势力 他看成是对他的权力的挑战 自由主义就是反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 西方的新闻观念就是反对党一贯坚持的喉舌论 是要媒体打脱党的领导 搞公开化 用舆论来搞乱党 搞乱社会主义 原来我们要求争取的新闻自由 在他看来呢 是对他这么大的威胁 历史虚无主义 就是要针对党 领导下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错误 是来攻击党 目的是削弱 甚至推翻党领导的合法性 乖曲改革开放出现了官僚资产阶级 所以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不彻底 持有靠进行政治改革之后才能够彻底改革 这些观点和我们民间社会所要求的东西 叫做难如不切 大难都扯了 这就是今时今日 中共的七不讲的政策 的思想根源就在这里 九号文件又传达了三项主要的政策 总之就是要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要为中国梦而奋斗等等 这就是我所想说的 我想提醒大家知道的内地最新的发展 就是思想领域 意识形态领域 有新的维稳措施 这些七不讲 今后在内地的大学内 是不准备说的 所以有些人认为这是 葬送中国 未来的前途 未来的前途 这些做法 和今天我提醒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是 用这七不讲 来看回二十多年前的六四事件 可以看到 至少在意识形态领域 中国是大步地后退 大步地后退 我觉得这件事 就是我们每一个青年学生 都要注意的问题 所以我作为心理工学者 我想将最新的情况 向大家介绍 向大家分析 多谢大家 首先多谢程翔先生 然后我们就会邀请 歐嘉雄先生 和大家分享 有请 听过程翔前辈的七不讲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很沉重 你想想起 二十四年前 在北京天安门的学生 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 其实没有七不讲 想说的东西 民主自由就是保世价值 新民自由也是 公民权利公民社会就是 就是当时很多学生 自己去组织一些团体出来 去陷政府争取 公民社会公民权利的体验 他们当时反贪腐 反贪腐是什么呢 就是官员 权谋师 官岛 发展到今天 就是所谓的 权贵资产阶级 你看到七不讲 其实针对的就是 二十四年前 一些学生在北京 在全国很多的广场上 提出的一些要求 二十多年之后 正如程翔老师所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倒退 我前几个月 刚刚去完 雲南四川 跟一些内地的 民间组织一切 当中有一个朋友 他跟我说 他觉得内地的教育制度 是非常不知所谓 不知所谓在 譬如中学 大家都在读一些 每个人都知道是没有用的 每个人都知道是为考试 而读书 每个人都在死背书 有很多学生 读完之后 考完高考之后 是很忿怒 撕坏了所有的书 但我这位朋友 他就说 这个不是教育政策的失误 这个是教育政策 是刻意去这样做 他的目的就是 要培育一群 无知 信从 而且 对知识没有追求 对真相没有追求的一群人 而这群人最适合生存的环境 就是 现在所说的 所谓的中国梦 这个所谓的中国梦 是什么呢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追求 金钱 权力 没有其他东西 我当时听我的朋友所说的 他说 根本 全中国的领导人 他知道现在教育制度有什么问题 他是刻意地做 他故意不去改 然后把自己的子女 全部送出去外国读书 有知识的人 他们明白是什么一回事 所以有钱的人 每个人都来 去美国读书 去英国读书 去不了美国 去不了英国 就来香港 所以大家都明白 我说是什么一回事 我开始听的时候 觉得 是不是这么严峻 前几天听完七不讲 你见到七不讲 那都可以讲得出来的 还有我们期望 在一个大学教育里面 我们认识的是什么 它全部不讲 你想想 如果七不讲 不讲宪政 不讲新闻自由 不讲公民社会 不讲普世价值 那我想 我们最少 社交科学的 所有的系统 都可以续续续续续 只剩下 还可以存在的 就是 可能读 business 或者是工程 那些 应该还可以流传 在这里 还有东西可以说 其他一些 我想我们全部都不用说 那的确就是 我想 亚程材老师所说 七不讲 大家真的要很留意 究竟我们现在 中国 发生了什么事 我自己 今天坐在这里 新亚这个地方 我自己也是新来读书的 我要说一些个人的遭遇 六四和我基本上是不能分割 为什么呢 我是来到 当时 我进了新闻系 想做记者 但大家知道 有新闻系的学生 在这里就会知道 进了新闻系 就开始发觉 很多其他事情 做 很多其他事情 玩 包括周围拍摄 不停拍拖 不空 而且 开始觉得 很多事情 真的好玩 又不是那么想做记者 我自己 当时想做实习的时候 就去 想去香港电台 拍摄这个 documentary 但是 太多人选择了 那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TVB是没有人选择的 现在所有实习的同学 都 梦寐地求 就要进TVB 那时候真的没有人选择 有个位置值 可能当时很多同学 是不喜欢抛头路面 很噁心 那我半被逼 就去了TVB 做实习 做实习就是6月 我实习的那年 就是1989年 实习的时候 一两天 总是要听联署 联署会去说话 然后有些老师 就会教你 基本的动作 如何做记者 等等 真真正正正 走进去这个新闻部 很认真地 留了一天 就1989年的6月3日 其实现在说六四 大家知道 其实开枪 或者是解放军 开始入城 是6月3日开始 当时我很记忆 由身到现在 仍然很历历在目 很鲜明 就是 你会觉得 这个历史 在你面前上演 你会看到 全新闻部的记者 很资深的记者 我们很崇拜 在荧光幕上出现的记者 各个疯了 大家剪片剪到很急 大家觉得 我们活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 就是 看着 各个通讯社 它传送过来的 一些最新的片段 每个人都看到 哭 为什么 我们的国家 会发生这种事 为什么 这些坦克 会冲入城 为什么 会 向着 手无寸截的人 开枪 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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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 作为一个 完全未见过世面的记者 很肯定的 就是 可以说 变定了我的一生 我结果留在TVB 本来没有什么想做记者 我发觉 你没有可能不做记者 在这个时代 目睹这么大的不公义 你会觉得做记者真的很重要 你也会觉得做记者的任务很重 有很多事情 我们需要加一把力 你也觉得做记者很刺激 很深刻的印象 不过 过了很多年之后 我发觉原来做记者这么久 最深刻的印象 和最刺激的就是第一天 无论如何 改变了我的一生 但是其实你看到六四事件 你现在想起 也都改变了香港很多的事情 到时 到今时今日 我们经常在咬的事情 譬如说 拉布的时候 我们说 立法会分组点票 正是六四之后 那时基本法 草耳的时候 开始很担心 以后立法会失控 就要强调整个分组点票 影响到香港议会 努力做到现在 前一段时间 跟前广播处长 张敏宜做过访问 他就提到 现在经常说 港台的公司议法 或者港台独立 或者港台变成一个 公营机构的问题 其实在80年代尾 已经谈完 已经是过了 他的说法就是 差最后一步 其实政府已经是拍板 当时也不会理中方怎么想 但是到最后一步 因为有个人突然走入 会议室里说 喂 其实医管局要先做 因为医管局那时候 有公明化 那时候是没有医管局的 因为牵涉两三万人 不如先做一件大事 然后去做港台 打算退半年 当时张敏宜想 港台公司议法 一定可以实行到 根据他的说法 怎料半年不够 六四事件 以后 港台公司议法 变成了一件 非常敏感的问题 也不能再提上日程 一直说一说一说一说 直到现在 所以其实 一六四事件 对于香港的影响 是很大 很大的问题 一直没有解决 还有一件很深刻 对我们来说 挺深刻的故事 就是 几年前 我当时在TVB做 有一个记者 他是去日本采访 有关中日关系 有关日本有异分子 去散改教科书的问题 当时那位记者 抱着这个非常浓厚的爱国 民族大义 去质问 那位日本的右派分子 质问他们 为什么你们 要散改 侵华的历史 为什么你们不承认 侵华的 你们那时候的战争 续行 等等等等 当时那位右派 当时是做过 迫当的兵 极右分子 他就反问一句 你看看你们国家 你们的国家 一样 不要面对自己的历史 他一样 不承认自己所做的错事 你先搞定自己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 当时那位记者 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 很明显他回来香港之后 也很困惑 为了这个问题 他问我 其实我也觉得很难回答 这个问题 到了今天 其实六四事件 到了今天 从来没有解决过的问题 开枪杀人的问题 没有解决过 当时学生提出的 一些很简单的要求 其实没有实现过 而且到了今天 是碟本加历 很多人说 中国的体内 其实你会看到 国家系列 真的是崛起来 经济上崛起来 但是很多人说 其实中国人 从来没有站起来 他们只不过是 一个很大的 珠圈里面生活 饮饱吃饱 就已经满足 被训练到 这样觉得 已经是满足 已经是美好的生活 这个东西 当然很沉重 其实今天说的是 传媒 有很多人问 传媒 究竟这几个 香港的传媒 是否自我审查 一说到六四 就不做 不出声 等等 我想 这个问题 正如程才老师所说 已经答过很多 我想我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 在现在 大家会经常听到 很多传媒是抱着一种 客观、持平、不宜、中立的一种态度 去解释 他们有些事情为什么做 有些事情为什么不做 我自己觉得 有很多时候 客观、中立、持平 当然是好的 在什么情况之下 是有意思呢 就是 当一件事 暂时真的 没有结论 暂时是 大家是在争议当中的 譬如 马法会拉布 我想市民的意见就是 究竟拉布好 还是不拉布好 或者 就算赞成拉布的人 都觉得 是不是在这个时刻拉布 等等 所以我觉得 有时传媒 是有一个作用 就是 有一个平台 给不同的意见 大家交锋 在这些 有争议的事件之中 传媒应该 客观、中立、持平 不偏不倚 一定是 我觉得是 但是有很多事情 是没有理由 客观、中立、持平 不偏不倚 例如是什么事情 就是一些 大是大非的时候 当是非很分明的时候 你没有理由 我又不站在对 那边 又不站在错那边 我站在中间 没有理由 当黑白分明的时候 你没有理由 我不站黑 我不站白 我都是中立 我站定定 好像麦兜那样 站定定 不站在中间 其实是 一件错的事情 我觉得 有很多时候 我们常说 传媒客观、中立、持平 不偏不倚 其实是一个手段 这个手段 是达到一个目的 就是去寻求一个真相 真相才是一个目的 寻真才是一个目的 当真相摆在你面前 而我们 很多的传媒 他们不去寻找这个真相 而是将一些可能假的 东西去平衡真相 这是我觉得 现在 在香港 很多传媒 有意无意 在做的事情 当时 程常前辈也说到 例如在南州事件上 大家看到 在内地 很多的传媒 他们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之下 他们去拆边球 而我看到在香港 亦有不少的传媒 我们本来是应奉享有一些自由 而他们 是去 不是拆边球 他们在玩闪避球 为什么闪避呢 就是很多时候 比如说六四的新闻 他们不做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六四都过了二十多年 都没有什么新的 没有新的 那就是不需要新闻 那就是不需要做 这是一个理由 我觉得是一个借口 因为很简单 就是一些很大的 不公义的事情 发生了之后 这件事情 从来没有解决过 过了二十多年 这个这么大的不公义 仍然存在 我们没有理由忘记 或者是时而不见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理由 另外 有很多传媒 他们采取一种 以前英国人 就有所谓的积极不干预 是经济政策 很出名的 自由经济 那么积极不干预 现在香港很多传媒 是有一种积极被动 为什么积极被动呢 就是 他们不去主动分析一些很严峻的问题 他们也不去主动去调查一些很离谱的一些政府的做法 而他处于一个被动 尤其是在六四事件上面 他们怎么被动呢 就是 他不会去做一些主动的调查 而是 有人说了话 那就报道了 六四有集会 那就报道了 他不会主动去想一些 譬如今年我们有什么特别的角度 去讨论这件事 不会想的 所以去年 《有线新闻》 他们做了李王阳 我是非常之佩服 因为是一个这么艰难的时期 你要找一些新的东西 说的确不容易 你是要很多的心机 很多的胆量 才能够做到李王阳这件事 需要很大的勇气 为什么需要很大的勇气 大家可以留意 下个星期 听说行政会议会讨论 免费电视牌照发给哪一个 现在说三个牌照太多了 发两个 大家留意 有线电视有没有 我希望他有 如果没有的话 究竟为什么 大家可以想想 他是其中一个 《中国新闻》做得最有意思的电视台 有很多电视台 他不敢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怕会付出代价 下个星期如果肯定有负他 所有的电视台 大家可以看看 实际有线电视有没有 付出这种代价 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 这种积极被动 然后用客观持平中立 不偏不倚的理由 去很多事情 我们退后一步 慢慢看 而不主动去做 現在就是我看到很多新聞媒體 比較積極在做的事 就是積極去被動 引生到最後出現什麼情況呢 我想現在這個社會 當然不是全部媒體都是這樣 我們還慶幸 香港還有自由 網絡上也有很多人關注 網絡也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現在是比較自主 不需要看現在主流媒體如何做 我們會慶幸的 我想慢慢出來的後果 我不知道現在新一代 對於六四的認識有多少 我前陣子五四運動的精神 五四精神就變成了什麼 尊重和包容 大家都會覺得有點害怕 其實這幾年我發覺 有些人開始說六四文運 我每次比較執著的東西 六四不是文運 你可以說八九年的北京 四五月的文運 六四是屠城 你不喜歡用屠城這個字 鎮壓一定沒錯 六四不是一場民主運動 六四是一場鎮壓 是一場坦克開入北京 鎮壓民主運動的一天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說 不知道是不是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說得多 有些人開始說六四精神 我聽到我就很害怕 六四是什麼精神 六四不是民主自由 如果你說那些民運的精神 那些是民運 你可以說八九民運的精神 民主自由反貪等等 那些絕對不是六四的精神 六四的精神是什麼 我想不到其他 除了殺人之外 沒有其他東西 所以有時候 當大家對歷史開始 慢慢模糊的時候 我不敢想 可能十年或二三十年之後 那時候 我們的六四精神 大家會很崇壤 嘩 我們很崇尚 一個六四精神 就像現在我們崇壤 五四精神 原來是尊重和包容一樣 所以我很贊成平常老師所說的 有關六四的事情 我們要一直不可以放棄去了解 不可以放棄去反思 尤其現在 在這個時代 我相信很多人一聽到六四 因為他會非常之 有一種很深層次的 騰雞 講專門 今天看報紙 有個六四展覽 因為有些中國大陸的客人 來 故意找東西遮住 那些警察 看到有人穿著六四T 會突然失心慌的 嘩 又遮症頭又害怕的 有個記者叫出來 問一下 胡錦濤六四有什麼看法 他就馬上拘捕了他 其他問題是不拘捕的 你看到這個時代 這個世界 現在香港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聽到六四會 騰雞 亦有很多詭辯 有很多語言的藝術 假的藝術 例如有些人會說 六四都未定性 我們說什麼平反 這是行政會議的 羅范招勳前一六年說過 這些是有一個錯的前妻 例如教育局有一個上碑 叫謝寧傑 他曾經在福建中學的一個 講座裏面 他直接說 六四這些東西是歷史的沙沙石石 就好像我們小孩子 有時候沒有教功課 都騙老師 他真的用這個比喻 很明顯是比喻不亡 我覺得在現在這個時代 我覺得傳媒求真 我們不能用一些假的東西 真我想是一個真是普世價值 民主自由是否普世價值 我算了 今天我不跟你說 真應該是一個普世價值 我們對著三歲的小孩子 我們會教他 不要說謊 我們要說真話 我想這個普世價值是民族 每一個地球人都會贊同的 就是求真 講真話 而傳媒我覺得 除了要求真之外 我們不能讓一些假話流傳 假的東西包括兩方面 一些違反事實的東西 一些違反邏輯 不合邏輯的一些推理 或者是一些自相矛盾的說話 或者是一些前設錯誤的推論 這些都屬於一些 推論思考上的錯誤 我覺得在六四事件裡面 我發覺從二十年來 一直看到很多人的詭辯 傳媒其實是要有責任去釐清 去將事實和真相 放在公眾面前 我希望 就算現在的主流傳媒 它越來越歸縮也好 在未來的日子 我相信在網絡的世界 大家仍然會找到自己的自由 所以我想我們可以一起去努力 讓更多真相讓人知道 更多歪理 我們一起去插死它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阿嘉仁先生 我們將會有請這個 謝志豐先生 剛剛講到你 辛苦了 謝謝 謝志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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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在前輩 前輩除了年多之外 還有有經驗 情象一定是前輩 因為我們當時去北京採訪 第一件事的地方不是去外交部 也不是去什麼政府部門 第一件事就是去北京飯店 我們去北京飯店的時候 一旦找他在辦公室 我說我是老大 你有沒有什麼好東西要跟進 他就知道你們就知道 差不多六七成了 我沒有聽到三個月有什麼 我會胡亂拿一些東西 我猜大家有興趣的東西 跟他聊天 很多人 如果謝蓮潔晶 或者說這是一件沙沙石石 這是真是一件沙沙石石 很少的事情在歷史場上 但是這個沙沙石石 剛剛放在路牌上 把路牌指彎 對錯是一個這個事情的分水嶺 究竟是它有什麼性質 是人們故意找事來搞 還是有一個所謂社會條件的必然性 這個問題要理清 我可以有多少時間 我先忍一忍一忍 15分鐘 OK 我猜程奧太應該跟大家說了 當時的社會背景 沒有 社會背景也沒有人說過 他只是說七不講 哦 七不講 那你說什麼老總公 你還沒說 你還沒說 對不起 那你說什麼 那你說什麼 我講什麼 三三隻隻 我都不知道自己忙 OK 沒關係 我真的 忙我是一個很高的經濟 我講過了 近期有一些人 經常拿六四這件事 做一個回顧 他提出幾個問題 一就是 六四有沒有暴力 六四民眾有沒有暴力 六四是否學生不懂 搞到這件事無可收拾 仍然在港上磨到你 難尾 局主要武力鎮壓 六四是否正義 你看看文文人士 他也有爭權奪利 有爭取領導權 出去了外面之後 還是生活腐化的 如果這班學生 真的愛國的話 為什麼一開槍之後 應該留守崗位 因為外國下去 為什麼要逃亡外地呢 有種種的情況 質疑這件事 究竟是否正義和平 非暴力的事件 我可能在很多場合上 都講過這個論點 有些朋友叫我 可以多講一些 過日多講 六四是否暴力 如果你說六四當晚 是無可置疑是暴力 軍隊有第一個暴力 因為他要把原來停下的車 向前衝 駛入天安門廣場 這個由政治去到動態 周圍有很多群眾 以身區攔車底 攔車輪不讓他走 從政治去到動態的過程 理所當然 合情後 是有一個暴力 接著 出現了第一滴民眾的血 第二 民眾一定是鼓掃的 我們看到有解放軍被燒死 有車輛被燒 這是第二個層次引出的暴力 從4月15日 胡耀邦死 一直到6月3日 中午 期間 在我採訪範圍 相信在老大採訪範圍 以及其他學家採訪範圍 如果他發現有暴力 請你提出來 我看不到 有工人感死隊 有學生感死隊 有市民感死隊 為何他們感死隊 我真的很感死 踩著單車 連群結隊 就拿著一支紅旗 有時候紅旗也沒有 那就操作了 去哪裏 哪裏有軍車 就去哪裏 去到之後 怎樣做呢 二話不說 有水 有麵包 就跟街工軍說 很辛苦 先喝淡水 這裏會發生的 是學生的 示威活動 因為抗議官島 抗議官僚腐化 希望可以發展好的本治 發展將來民主 這是大家支持的 碎說一番之後 同時 同期間 就有人在車輪底下 就躺底 我現在叫你 這裏六七十個同學 有誰有興趣 走到外面 在巴士下面躺底 好嗎 不要說是軍車下面躺底 OK 當我們去到的時候 已經有過百人躺在車裡 你會覺得 你睡不下去 你自己躺不下去 你可能會覺得很輕鬆 去到大哥睡不睡 看自己會開車 但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完全不是很緊張 上面那些是持槍實彈的士兵 軍令如山 你睡下去 他真的開槍 你叫一聲 雞蛋學 那種勇氣 我跟他講 除了道德力量之外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觸動到 給錢 你懂不懂 給美女 你懂不懂 給車仔 你懂不懂 死了 就要做什麼 唯一就是道德勇氣 覺得這件事是正義的 他才會坐在那裡 那些學生 即使有這麼多感死隊的名下 在前面 都是非暴力的 我們眼見的完全一樣 我相信大家和同行人 越嘴越都沒有懷疑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6月3日中午時分左右 有一輛大巴士 一車兩卡 裝了很多槍子彈 在新華門面前 停下了 他就是 我不知道為何這麼傻 究竟是否故意故步移鎮 因為要運送軍火進去江門廣場附近 居然用巴士 大肆士的車進去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是否是TRAP 女共的槍子彈 又多到你 下鏡一箱箱 一箱箱 一箱箱箱大 一箱箱箱箱 一箱箱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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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淋在那裡 這些學生截停了之後 就拿槍子彈出來 説明 我是真的 兄弟今晚小心 軍隊真的有槍子彈 然後 其實當時的情況 我所見到的 是3、4、5個人 是夠膽去拿槍子彈出來 其他人知道是甚麼事 明白那種恐懼 基本是 保留這些巴士的 圍觀望望望 千萬不要上去看 他們有戒備之心 然後 沒有多久 就根據報道 因為我看完之後 我去了其他地方採訪 我沒有看到 軍隊如何 武裝人員 如何在新華門外面 進來 驅散學生 拿回那些車子 拿回那些軍火 但是 同行報道 是說 沒多久 新華門有軍裝人員 出來控制場面 拿回那些軍火 一直到晚上 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 廣播站 依然不斷地播放消息 如果在軍車上 中午時間 下午示範 有同行拿到槍子彈藥 一定要拿回指揮部 等指揮部 再加上消滅 或者加上駕駛艦 以防這件事 一發生 接觸的時候 這些就是暴力的證據 他們一直呼籲地做 也根據同行報道 當時 侯德建議他們 將這些 侯德建議 即是歌手 即是廣場四軍子 將槍子彈藥 希望可以送回駕駛艦 但他們不接收 這就是一個報道 我自己沒有看過 然後 暴力是集中出現什麼呢 就是 在各個主要路口 黃昏 開始 那些軍隊一路陸續的時候 那些蛙蛙兵 就開始有一個 有流血的情況 一路去到 深夜 大概11點多時 在各個路口 都有一個撕殺 一個狀態出現 我曾經在天安門廣場 就向天安門廣場 如果你是站著 爺爺的照片 望著它 就是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明顯用機會給我看 爺爺 在那個方向 那些 那些 機關槍子彈 是一排排的 向天掃的 我是看到角落 或者是其他朋友 也看到其他角落 當時的暴力 情況 我當時38歲 我沒有想過會是這樣 當時我們想到 很多人 找大顆棍 找大顆棍 水槍 甚至塑膠子彈 那些人 可能是有情況 想到 為何一排排 這樣掃上來 最初是傻傻 以為 是否照明彈 是否信號彈 是否這樣 但不是 上去不爆 那些 他掃了 從來 後來看回 這個 海斑戰爭的時候 那些畫面 完全一樣 那些是機環槍 一排的鞋子 向天掃 那些 這是一個暴力 剛才說過 你軍隊強行開盡的時候 暴力 無可被它發生 是那時候才有暴力 之前沒有 完全沒有 你打一下問一下 我都說沒有 有說到 學生是否因為不識台舉 不懂得見好就收 所以令到整件事情 就拖拖拉拉 去到最後一個時候 然後才會發生 這個無可避免的軍隊 政府要用暴力去清場 這個說法 這個說法 看你怎樣看 但我自己就 observe 老實說 大家做學校的活動也好 或者做學生的活動也好 你知道 這麼大場面的民眾 是很難控制 很難控制 怎樣統一一個領導 司令部 這些司令部怎樣收集資訊 製成定策 以這些民眾執行 即這些學生組織的執行 是一個困難很漫長的功夫 所以有學生的一些權力爭奪 他們的權力爭奪也是靠一口 大家鬥上來搶麥克風 講到激陽受到歡迎的客長 旁邊的不低頸 又來講一陣 那些所謂權力爭奪戰就是這樣發生 當時在北京城 他們的通訊工具 一 書信 二 電話 顧網電話 三 人腳 通訊 走過去 當時很多人都說 謝智翁 你是最後一個撤離天安門廣場的記者 我跟他說 天安門廣場這麼大 誰知道誰是最後一個 老實說 為什麼他有印象 就是當時我拿了一個 正在實驗中的無線電話 北京城的實驗中的無線電話 正在測試 不是正在用 在這裡做了幾次的現行報道 那些訊息回到香港之後 香港就是用CNN 用當時最新的科技 將一些部分的照片 慢慢傳入到香港 拍了一條聲音和畫 一起用 所以當我說 我在這裡支持不住了 我要走了 所以全世界都是聽著 唯一聲音的故事 覺得是 謝智峰那一對人 就是最後一個 是這樣的意思 大家不會誤會 當時 後來現在示範 當時香港記者 在現場 差點被槍打死的 不是我 所以 我想說 當時學生的組織 如何兼具鬆散 和複雜多變 大學 有各間大學在這裡 北京是一堆 外來是一堆 走的一堆 新來的一堆 所以控制權很辛苦去醞釀 所以拖拖拉拉做不到一個決定 說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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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正常的現象 大家做學生會 應該很明白這些事情 反而 掌握最多的資訊的是誰 政府 政府有 全個天安門廣場 全個北京城 最基層的 有個街坊組織 有保障 現在他們留在波門口 那些前身的哥哥姐就是那些人 有警察 有情報系統 有軍方的情報系統 有各方政府的各方組織 相對來說 有多強而有力 為何不是最快做決定的 政府應該確定如何做 而是讓這個局面拖拉成這樣 誰的責任更大 誰是有能力而不為的 所以你說是學生 明知事情不可為而拖拉成這樣 我發覺這是一個相對來說 政府應該付出的責任 以及背起的責任更加多 第三個就是 你的學生 是否真的為民主 我為何見到你 是否愛國 為何一開槍之後 每個人都走掉 躲起來 不見人 不是留守在現場 繼續為民族奮鬥 而走向不愛國 老實說 做人不可以道理殺人 愛國是應該的 但是愛國 被把槍放在你前面的時候 你還不走呢 你就傻了 你可否要求那些二十多歲的學生 真是泰山崩於前不懼 就想想想 我就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你自己做不到 你做不到 我相信十個之中 有十一個做不到 因為集體也做不到 不要說是 individual 這是不可能的 當時是甚麼狀態 改革香港十年 槍桿子出政權的聲音 比現在大八倍 OK 你是被通緝名單 這是反革命暴亂 抓到你 我相信連你的媽媽也可能不行 莫說是你 不走 不走就傻了 是吧 歇歇看甚麼時候才說 走到最安全的地方是誰 逃離見莫 甚麼事 難道你覺得你逃離北京的安全 逃離南方 在深圳的安全 沒有可能的 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 在一個體制的隱密 控制之下 你從哪裏都抓到你出來 而事實上是這樣的 每個人 遲遲早早 走不下 全部都抓到 OK 所以這樣的道理 就是不近人情的要求 OK 第三 就是 這些人是否真的愛國 出去之後還在搞搞陣 爭權奪利 老實說 人無原因 我們今時今日 叫我出來說 你覺得 對齊子豐你有一份尊敬 多多一點點 你保證我走出去 不會J-walk OK 我上班會不會遲到 不是這樣看一個人的 一個人的行為 是看他當時的 究竟是否真的付出了一些事情 老實說 進去北京讀書 進去北大清華 這類的學校 比現在更好 這條路是很平坦的 當時 這條路是很平坦的 求財若渴 誰不想有一個 尋問陣仁的發展前途 為何是需要這樣的做法 為何需要絕食 我便說這些全是一個道德勇氣 那道德勇氣 又是怎麼來的呢 當時有很多道德勇氣 一 很簡單 當時是甚麼環境 當時是因為那間開放文價 雙軌制 令到通貨走得很嚴重 主要是由城市 扮至十幾二十幾去 每個人拿著的 做沙律不做沙律 三幾十元 一般工人來說 面對這種情況的時候 廣州都搶購 屠職糧食 製提 每個人民心惶惶 所以 當時 不是物價貴 是有人發財 鄧小平的軍部百萬富翁 讓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觀念 一路發酵 我就在那裡捱狂 你那幫大哥 就在上面 大魚大肉 這個社會矛盾 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那些人才會這麼生氣 所以當時 就會一呼百應 由大學傳到每個街角 由北京的街頭 一路散播出去 所有的大宗城市 小城市還沒有 最小的深圳 去到黑龍江 去到深圳 幾十個城市一起響應 一個月之內的事情 你現在叫通訊這麼發達 可不可以一個月之內 簡單地帶出來 不行 原因就是 一 相當多人都會在這個改革開放 拿了船頭 或明或正 或邪 第二 共產黨現在控制 給當年的手段 你會看得到 沒有希望 那些人不敢動 當年還敢動 他還未下這招的時候 都覺得有數講 空的 我們所謂的 如果有遺留 如果有遺留 待會可以再補充 好嗎 謝謝 謝謝 謝謝謝士豐先生的訪問 我們現在有請拿了趕先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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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當年的文文領袖 我是一個完美的人 我都有私心 我都有自己的生活 也都 我覺得很合理 不可以透過不同的角度去攻擊 一些以往曾經做過這些 當年的領袖 現在有什麼行為 去判斷當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這就是提外話 各位前輩說了很多 有當年在場的 當年已經是領導的 也有當年報入新聞部看到的 而我當年只不過是一個八歲的年輕人 所以我沒有資格 其實說回當年 不過我將時空一轉 轉回去 由1989年轉回今早早 今早早我吃了早餐 我從我身邊發生的事 是說說現在我對六四的看法 今早吃這個早餐是別人讓我吃的 我相信現在 可能在場 各位前輩 以及社會 很多人遲都會 周一時收到一些電話 這些電話 就是一些內地的 所謂政策研究的人員 來到香港 說和你聊聊天 說說最近香港發生的事 其實這些人員很久 我想由我離開TVB開始 已經不斷找我 周一時聊聊天 我抱著一個好奇的心態 跟他們聊聊天 其實聊天的過程 他們不斷問問題 我不斷搬回 例如我家倫寫的東西 謝志豐他們說的東西 再說回他們 再反映香港 究竟香港人怎麼想 以及同一時間 可以觀察一下 他們關心什麼 每當香港有大事發生 他們就會打電話給我 我們來香港 這麼巧 吃頓飯 真的 我經常有十次 我都有一兩次 有空可以吃 今天我打算 會來分享 不如和你吃早餐 看看有什麼可以說 因為我沒有準備 他們今天 問的是相關六四的事 他們會 一開始跟我說 近來怎麼樣 很清楚 我近來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開始入獄了 問佔領中環 那些事 然後就問了 快要到維園了 他們用維園來代替了六四周年 說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柳先生 我說 也沒有什麼特別 重要的 二十周年 重要的劉曉波事件 都過了 今年會有什麼 我也是 祝光晚會 我都會去的 我都邀請他一起去 然後他們就開始問 有沒有聽過 美國什麼基金會 或者美國有什麼相關的組織 有什麼研討會活動 很奇怪 每次他們來 問香港的事務 都是問我 有沒有一些美國相關的組織 從中做什麼 甚至那時候 國教 反國教活動 他們都會經常問我 你有沒有看到 有些外國人在裡面 我一直跟他們說 根本這些是香港本土的事 你們不要再把外部勢力 陰謀論再放在那裡 但他們每次都會重複問這個問題 開始他們都明白 開始都會跟我說一句 沒有我們都要寫報告 即是說得明白 其實 開始他們的名義是 我們做廣東省經濟政策研究所 講講香港發展經濟 其實每次都會講政治 大家都會拍他出來說 其實他們是寫報告的 由此可見 其實他們的思維 一直以來都不外乎 在這個音樂論 我想剛才說 《七不講》 其中一點很重要 就是危險的西方思想 他們一直都用這個方法 去解讀香港人 香港社會對於各個事項 包括對於六四的思維 一直以來的想法 為何如此執著於這件事 他們很相信是外部勢力 從中不斷地把這件事發酵 這是一個方向 大家可以去想想 所謂我們和他們之間的思考模式 這個差異 另外時空又再次轉 轉回到八、九年 當時我記得 我是一個八歲的小學生 我在當日屠城之後的日子下雨 我就在屯門小學的雨天操場 學校號召 所有的學生就去雨天操場 我們有一個特別活動 我們站在操場上 然後有老師說話 然後就替黑絲帶 身邊有很多同學 有很多同學 現在還有聯絡 我相信大家都經歷過同樣的事 大家其實對於這件事的看法 應該都差不多 但是 現在還有聯絡的同學 有些是做金融 有些是做地產 周一時都會說這些事 在Facebook 或者每年 將近六四的時候 都會落發出去說 近年是少了一個 因為有些人 有些當年的同學 已經覺得穩定 比較重要 我也不需要再去祝國萬會 以前會和我一起去 他們覺得 試過敬遷 向前看 我想這個觀念的轉化 其實是一個熟影 所謂的大環境言論 我們的言論環境 我們的社會的邏輯 究竟是如何行動 又說八九 又說現在 大家覺得時空很錯亂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七不講》 看回《世口家良》所說 他第一日報入新聞報 大家覺得這個世界很荒謬 時空更加錯亂 因為彷彿現在 我們提出這些所謂的《七不講》 這些言論 在二十年前都會覺得很荒謬 但是現在大家會傾向 即是香港內地 他們會說 沒有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好像很接近 回到六四二十周年 當時我曾經新聞報 那時我曾經新聞報 那時有很多奇怪的言論 出來了 例如民建聯 某位人士說 坦克 摸過不可以摸一隻豬 嗎 八隻豬一摸一摸 就是這樣 這些言論是沒有報應的 我們經常說的 言論自由 如何去管束 就是 你如果言論不負責任 當然你可能會誹謗 或者你一些言論 是不負責任你亂說的話 可能會有些社會自己去解讀你這個人 或者你這個團體 然後去作出相應的一些行為 尤其是政黨 你為言論負責 所以民建聯 疑情沒有減少 民建聯一直沒有受到相應的後果 不斷地說這些話 其實當時有些人的憤怒 但更大多數人都保持沉默 當然說的一位已經過了 我相信沒有關係 不貴說得來 然後 當年還有曾蔭權的代表香港人的言論 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我们向前看 国家的发展,等等 其实这件事可能在座的人不同意 可能当日上街的人不同意 但是社会上有很多人默默接纳了这些言论 而在传媒之间 虽然会报导人反对这件事 报导人说曾荫权不对,他也不对 但是传媒也默默接纳了这种思考的逻辑 六四亿周年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我们去看香港对香港的传媒 香港社会的言论环境对六四 如何解读 当年的六四的特筹 主流媒体,毫无其辞 大家都知道 说回香港人 某几个香港人在这二十年来 会做什么 每年会去维园 祷念 每年会去组织一些议讨会 之类的 这就过去了 甚至连当日发生了什么事都很含糊 那时候 廿周年 NOW TV的特辑有说 解放军向 民众开窗 那些网民已经觉得 哇 这么大胆 NOW 这个事实来 为什么我们觉得他说事实这么大胆 因为大家已经知道 我们的言论环境 我们的主流媒体是 倾向不说 所谓的中立 刚才欧阶人已经说了很多 所谓的中立持平 好像我们一直站在中间 好像对于六四这件事 未定调的 所以我们不要说究竟有没有射杀 学生 喂 大哥 我们现在主流传媒 说南京大菩萨又不见他说中立 性质一样 对这些大世大非发生过的历史 有人证 有物证 为什么我们还可以当中立 所以 容许我闻嘴 网上很多人说 这就是假中立 所谓用中立去包装他们的一些归宿 很多学生会不断来问我 香港的言论自由 透过六四这些报道去问 是否受到 权制 是否受到 政府或各方面的控制 我没有证据 我也没有听过 有政府会打电话 即政府人员或者北京的人 会打电话 去新闻报 叫他们不要报道这个 报道这个 但是我相信 有很多 嘴头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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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工程就会知道 喝茶 嘴头有说 但是很多时候 是出了一些传播 一些叫做中层 在新闻报 所谓中层 在新闻报 有说是权力的人 他们去传播 究竟我们这样做 有什么效果呢 对于我本人 又会有什么效果呢 对于我们的关系 会不会有影响呢 然后断送了香港人 但整体香港人 对于真实历史的认知权 我们本身应该拥有的权利 这是我小小的看法 在短短的一段传媒工作的时候 看到的经历 不如我给大家多时间提问 其实访问三位还有意识 其实今天和大家的心态 是来听的 所以我不说这么久了 多谢大家 多谢了 刘晋江先生和维刚才有 其他三位港姐的分享 现在我们可以 台下可以自由访问 或者几位港姐 如果有些想追问 或者加计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 有没有问题 或者几位港姐之间 有没有想多说一些 或者澄清一些 或者我提出一些 近来比较特别的言论 就是说一下说法 沉云教授 就呼吁大家不可以六四万会 就觉得因为 和龙斯 和或者 那些很像本土派 有人批评成法西斯 就不断地说 中国民主是不可能的 向中国民主是不可能的 共同 共同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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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很不同意 陈教授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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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都注意到呢 就是说 自从 陈教授那种主张出来之后呢 有人开始 是要说 不要再 紀念六四了 就是这个 悼念六四了 不要去维园 等等 我觉得 都是 很不恰当的 就是 首先 就是我们 和中国的关系 没有法子国念 第二 就是我们 历史上 赋予我们一个责任 去推动中华民族 整体走向现代文明 为什么我们要放弃我们这个责任呢 是吧 没错 是很困难 但是 困难不等于做不到 等于 整个 推动这个 辛亥革命 够困难啦 但是 香港 在这个过程之中 都扮演了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 不等于 要这个 要推动中国 今时今日 走向这个 拥抱这个 普世价值 并不困难 我们做好香港 每一件事 本身就产生很大的 示范效应 我想举一个例 因为 在双妃妈妈 那件事上面 很多人来香港 产生这个 BB 我曾经去访问 那一个双妃妈妈 问她做什么 是想着来香港 生孩子 我以为她会 说出很多 很多 stereotype 的答案 因为你知道 那时候很多 中介公司 在内地做广告 说你在香港生个BB 第一 可以拿到一个 居留 第二 可以享受多少福利 她会计算成 几百万的福利 我以为她会是 因为这些原因 她会认为她 谁知道她说了一个 母亲很简单的诉求 她说什么呢 她说 在香港长大的 小孩 学会有规矩 言下之意 她知道在大陆长大的 小孩 可能没有规矩 这个 法治妈妈 是一个很普通的 妇女的心声 讓我看到香港正在展現一種制度的優勢 而這種制度的優勢是令大陸的媽媽懂得選擇來香港生孩子 這種制度的優勢也導致這麼多人來香港搶奶粉 為了我們香港的奶粉沒有特別好 唯一的就是我們奶粉是真的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這個小小的優勢 就足以導致這麼大量的人來香港搶奶粉 所以我經常覺得不要低估香港的作用 歷史上我們是不斷推動中國的進步 這種作用直到今天在奶粉的事上 在雙非媽媽的事上都體現到這種作用 所以我就覺得作為一個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不要自愛於中華民族的整體 你不喜歡那裡的深圳荷爾北的人呢 那你就要告訴自己 我們肩膊上面有一個很重大的責任 就是去推動這個民族 走向現代民族 這個才是正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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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否則 謝謝 香港是兩塊地方 它有它我你哪怕我才知道 我力氣無可行 我想 flows 甚至 unle完蛋 就應該由香港出sa 但是請大家不要忘記 不管怎麼樣你的父輩 或者你的祖父輩 頂多是爭到父輩 必然與中國這樣哪有各種關係 其實我們只是一棵大樹 秋天的時候 其中一塊最早落落地下的黃葉 你的根仍然是這棵樹 你如果用老平的說法就是 你喝個水 是大陸的 你吃的米是大陸的 你的文化是大陸的 你的DNA是大陸的 所以在程老大所說 這個不要自著於中華大地 這個是絕對暗難性 但是很不幸 當這個中華大地的管理員 我是這位管理員 他做得不好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很灰心很氣慮 好 說得不好 都是很麻煩的 OK 這個是可疑 但是不要忘記 上面有十三億的人 不是這樣的 他的黨員是八千萬左右的 OK 大陸是被他管治的人 那種痛苦 求生 求變 求改變 的要求 那種熱誓的心 是比我們高千百倍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有問題出席的時候 一進去裏面做採訪做什麼的時候 很多人跟你說很多話 很期望你報道出來 我們六四彭尾拉箱的記者走到失魂的時候 幫我們最多是警察海關入警署的人員 走那邊快點 走那邊安全 有沒有大奶 有 趕快過 不是等了交更之後 不是我 你就過不了了 他就是這樣幫我們 黨坦克的不是香港記者 是大陸人民 所以政府和人民 希望將大家的感情分開 我們改變這個國家的社會文化 和管治措施 不要犧牲人民的福祉 我們生氣還生氣 這個是政府的不義 不是人民的奪根性 第二 在歷史的場面 有很多人說 英國的民主制度都發展了百多年 然後才到今時今日 為什麼我們要追求這麼快 對 民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開始的 如果是英國的歷史 歷史 1832年 即是那個真正英皇 由一個十位皇帝 去到一個十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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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發展議會政變 一直去到二次大戰之後 然後才叫基本上成功 人家大概用了一百年左右 我們立國都六七十八個 你肯做的就只有一半 問題是你肯做與不肯做的 當然肯做與不肯做 還有一個前提的 你介入水平 物質的環境 社會的建設 都是一個一數 但是現在我們所見到的一數 你知道一班他官污吏 你搭建建設? 經濟的看板之下 尚飽中浪 之後 一個會成為了一個管治 管治上面的一個官僚體系 你叫他改變很久 那人改由的 那一種改變 就會馬上抽出來 就像以前那些 香港的人 大家可能不知 香港以前五、六十、七十年代 警察很貪污 進去之後 你誰貪污呢? 明天就掉到沙漏角了 好的就不好 就被人打到一身都是 有些情況是很難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辛亥革命到現在 一百多年 我們中國做的是什麼? 一 我們擺脫了封建皇朝的皇權統治 1911年我們擺脫了 第二 經過了八年抗戰 我們將所有的不平等條約 和半殖民地的 和外國軍事干預的力量 全部一掃而空 我們得到了獨立於皇權封建思想 我們獨立於各個民族之間 我們有一種民族的解放 第三 1949年 當時相對腐敗 以現在來說 相對腐敗的國民政府 被趕走了去台灣 但是現在活著一個 沒有人甘甘腐敗的東西 你氣得吐血吧 但是呢 它是開展了一個共和政體 當然這個共和政體 現在是有實無名的 是有命無實的 但是我們知道 基本上民心就知道 應該走這條路 只不過現在走不到 你看 還有不要忘記 雖然我們兜兜轉轉 從1949年到1979年 我們經過了種種的社會運動 OK 以為最坎坷 但是我們都 民眾想出了 究竟哪一條經濟方向 才是中國應該走的道路呢 我們現在沒有共產黨 即是沒有共產主義的 其實上面 哪裏真是有的 國家資本主義來的 OK 就是說民眾已經通過這種歷史 知道這條路是怎麼走的 所以你想想這100多年 我們的成就很大 整個民族來講 由歷史的國民來講 第三 由1979年到現在 三十多年 我們都很大成就 我們現在的整體經濟規模 是全體價第二 僅持於美國 根據大陸自己本身的統計 他立國 他的目標是立國100年 一天 2049年的時候 他的國力是跟美國比較大 可能會更快些 也不一定 因為現在美國很不濟 好了 在這種歷史的長河裏面 大家需要知道 我們是走對了 很辛苦走到了一條路 只不過我們的管理員 現在很不濟 我們有責任去做 為什麼 你是這棵樹的其中一塊業 大家150年之後 大家都變成了一塊業 花了春泥再護花 就是我們了 從你現在開始 到50年之內 就是你的人生的一個 那個span 是這麼多 也是中國 由第二大經濟體 進升為物質上 與美國變壓齊區 一段時間相同 你們是同軌的 你們是同軌的 那你們怎麼做呢 是否自著於這個民族發展 是否自著於這個民族發展 我 偏安南方 話之上 如何 還是 成功破浪 去促進了這個民族發展 大家可能很灰心 我也很灰心 有人問我六四可不可以 某個時間平反 以前有一個理論 當李鵬走完之後 都差不多了 但我現在比較灰心 原因是 整個官僚體系 都不會平反 一平反 下一步就立即 民眾一問 你平反了 請給我民主 當時那個官僚體系 就倒閉了 他絕對不會 用這些東西出現 除非 是一個 再有一個政治強人 有這個能力 有這個勇氣 有這個知識 像哥巴祥夫當年一樣 要冒很大危險 我相信 中國是一個保守的民族 未必有 那希望從哪裡來呢 在我和你 以及內地的學子 大家計幾條數 現在中國大陸 每年大約有七百萬的學生 入學及畢業 七百萬 每年一個香港 那些人去哪裡呢 去基層外部做事 去商界 就是說他隨著經濟發展 他的中層利益 會慢慢強大 那些人會知道 理想的社會體系是怎樣 還有 每年現在大陸 派出去外地 不是派 就是由內地去外面 讀書的人 每年大概四十萬 其中有大概三個萬左右 不夠三十萬 二十七百萬左右 目前的數字 是回到內地 這些讀書回到內地的人 就是當年的孫中山 由香港讀書回到內地 思考中國的命令 這些數字大家計算 將它成三十 三十年後 有幾多大陸生出現 三七二十一 如果這個數字 全都有二億多 好的 有二億多 這個數字 是佔當時中國的人 還有幾多 大家計一計 你會覺得 你就會開始有信心 中國走了 百幾年 壯次很辛苦 實際上也很辛苦 但是是走出一個方向來 美國 是走出一個方向 大陸一腳牛市的農民 但是現在還在一個方向 他們忍不忍心 把他們扔掉 在歷史的場合裏 我們所謂全中國最先進 最有知識 最有乾淨的 香港部分 是自主要拒絕 讓他們自己自身自然 你相信 你相信 即使我們是這樣的 他的內心力量 都不會是 所以 如果今天 大家想做一個 一百里頭的孫中山 是大有機會的 我不是主張革命 我知道革命是一個 很痛苦的狀態 中國現在也很難再革命 他的統治力量太強 你每講一個手 每講一個電話 他都知道你說什麼 你夾用什麼 以後以前就用月餅 把筷子放在裡面 傳給隔壁人家吃了 你知道 某年某月起 現在不行 所以是靠民眾的知識 所以多多利用你們的學識 你們的愛心 中國 不是必認 是你和我 那麼 謝謝 謝謝 我想兩位都講完了 要說的 這裡都是 或者是大中華交給那些 我也是 我想我很同意兩位剛才所說的 簡單來說本宮派或者陳文教授他們所說的 始終說服不了我這件事 你如何將香港和中國的概念 在歷史上、文化上、現實上 你都不可能開啟的 這個前提是不成立的 你跟著說的話 其他東西都不需要再說 不需要再聽 很花時間 今天我們在新亞 大家記得錢穆 我以前在新亞周舉的時候 集中會整個好紙像在那裏 大樓盤那裏 現在還有沒有嗎? 沒有 沒有了 那時候整個不搞鬼 那時候也不了解 錢穆究竟在重溫呢 那時候 你想想起 剛才陳長文老師說的 每一次中國出現很大問題很大轉折的時候 香港的角色都很特別 錢穆在1949年的時候 他為甚麼選擇去到深水埗 還是在街上 為甚麼他在香港下腳 為甚麼他不留在大陸 為甚麼他不去台灣 因為全部都不好惹的 為甚麼唐英年老爸肯要來香港 為甚麼他的房子機 他的生意 也不留在上海 為甚麼他不跟著 蔣介石搬去台灣 但同樣的理由 但是這種勢默 在1949年之後 到1959年 到1969年 到1979年 香港就好像一個 避風港 亦都用英室 這些錢和文化這些勢默 在那30年裏面 在中國一片混亂之下 在香港得到保存 然後發揚光大 當1979年 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 當年來到香港的錢 他變了很多錢 然後回到投資 當年香港的文化 影響大陸很大 香港的制度 令到我們有 真的奶粉 有真的金 剛剛我見到昨天 以前我有一些廣州朋友 他說來香港買甚麼 買衛生巾 我真的不太相信 還有有新聞出來 我真的相信 原來衛生巾也要去香港買 真一件事 有制度 是很重要的 我想這就是香港重要的地方 亦都見到我們 是不可能跟中國 從內地去港領 那我回答你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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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講一下自己的經歷 剛才講過希望 我有一次去內地 我現在做的事情 經常都會和內地的政府部門透通 有一次去到某個城市 都二線後 一線尾的城市 做一個教育的項目 我跟當地一個教育部門的一個 東高層 吃飯了 晚上 走過三巡 那個領導都年輕 未夠四十歲 那我開始可以問 我講的項目是 關於動物的一些人道教育 他會不斷強調 他們想提高素質的行動 其實沒有講到神廚 但走過三巡 大家開始坐在一旁 我跟他聊天的時候 建立了信用的時候 我們竟然趕到六四 他對這件事 他有自己的看法 他也覺得 現在的制度 不能夠帶來一些所謂的素質 是因為對於是非對錯 已經扭曲了的一架城觀 大家看到任何事 都是結合圍觀 看到任何事 都是襲守旁觀 我相信有輛車 擺著槍而懶的話 現在不會有人走進去 他跟我說了很久 相關他的看法 他也很清楚發生什麼事 當然 他到最後都是強調 這裡說 這裡散開 我也不會說 是來自任何 就是哪一道 但是在這件事裡面 我看到剛才謝鐵峰所說的 有很多希望 他們是進入了一些實際操作 政府行為的核心裡面 他們可以影響很多東西 如果到有一天 可能單一事件 或者某些事情 真的需要他們的作用的話 他們有可能 即使可能性很小 但是他們如果站出來的話 他們的作用是非常難 那麼 那 那 那位官員是留學販賣的人 那 那 我相信這個作用 而中大的 香港的大學 也都發揮著很大的作用 去配慾內地的人才 我亦都由始至終相信 香港是 應該是中國事務人變化的 一個最大的重點角色 曾經我讀書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香港是推動 中國民主的核心 因為我讀身外教育 我讀歷史 我一向都覺得香港是這樣做的 亦都曾經一段時間 我覺得無妄 就是 中國的管治是這麼嚴重 香港對於中國的角色 好像越來越少 但是 到了近兩年 我又覺得 都不一樣 的確 我希望是存在於香港 而 每次提到這個議題 六四 我們見到我們的 維園的人數 一直在嘗試 就算你們是 六四發生的時候 你們是排隊出生 都沒有排隊 但是你們都願意去聆聽 願意去思考 我覺得 這件事不是沒有希望 對於 某些言論 就是網上言論 其實我 開發我會去聆聽 但是越聽 我其實 都頗為不反感的是 其實是一種沒有公理的主義 一種沒有自我中心的主義 而沒有一種道德的犧牲 我覺得 在場的各位 應該自己會去分析思考 好 多加評論